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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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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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下面有人 走 下去看看 好 走 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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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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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小姐 醒醒啊 小姐 醒不醒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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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啊 小姐 你醒醒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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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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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的天哪 这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怎么这么像死了的那个 做梦呢 看样子倒是真的 真的呀 怎么回事啊 你终于是醒了 我的小薇 你终于醒了 来 快让额娘看看 有事儿没有 头还疼不疼 要不要额娘再给你找大夫看看 不用了 我挺好的 没事儿了 老天保佑 老娘要是知道我死了 肯定很伤心 求你 求你替我活下去 她就是那个女孩的妈妈 真的变成我妈了 老天保佑 吉人天相 红福起天 一切安好 你这个傻孩子 额娘救你这么一个亲闺女 你就是额娘的命 以后你可不能干傻事了 听见没有 听见了 以后不会了 好好好 现在额娘去安排丫鬟们 给你洗漱 对了 还得找人给你阿嬷报个信 好让她安心啊 小桃 夫人 把小姐照顾好 是 夫人 太好了 这下好了 小姐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都要担心死你了 小姐 喝杯茶吧 你看见我赤子了吗 小姐 你是在找这个吗 是 行了 小姐 这赤子 我之前怎么从不见你戴过呢 还有啊 小姐 你怎么会穿那种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奇装衣服呢 我衣服呢 早就烧了 要是让别人看见了 该笑话小姐 你不合体统了 你敢烧了 那衣服可贵呢 我花了一个月工资呢 工资 没事 烧就烧了吧 现在是几几年啊 几几年 就是 就是 什么年号 小姐 你真是糊涂了吗 现在是康熙四十五年呀 康熙四十五年 正好是十三载的年代啊 十三 小姐 什么是 十三呀 没事 小姐 你饿了吧 我现在上厨房 给你做一些你喜欢吃的 没事 我叫阿卖就行了 这 叫什么 嗯 你 你准备 你赶紧准备去吧 是 没想到这愿望还真实现了 这十三要是现在看到我 不光像我第一次看到他一样 都被吓傻了 亚拉尔塔名威 这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份的名字 父亲英禄是湘黄旗的 官人护部侍郎 是个肥柴 祖上本是五人出身 随太祖太宗征战沙场 浴血奋战 换来了现在的荣华富贵 母亲文氏 出身书香世家 而文氏只生一女 就是现在的我 明威还有两个姨娘 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而我这个名威之所以生了这场病 是因为我是带选秀女 而我又不乐意进宫 想跟表哥私奔 怎么知道出了意外 我掉下山崖去了 小姐 这鞋也太硬了 不要太 小姐 你怎么把鞋脱了呢 你怎么 夫人要是看到了 我可是会挨骂的 快穿上吧 放哪儿就行 小姐 自从你醒过来之后 怎么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掉下山崖之后 好多事都忘了 你跟我说 我是因为和表哥私奔 所以才会坠下山崖 那个表哥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山崖底下吗 我们在山崖底下 就只找到小姐你 老爷夫人吩咐了 不许我们再提此事 小姐 遇人不输就是了 记不清也好 想想入宫选秀也不错 不但可以一睹天眼 还可以见到那些王公贵族们 你见过那些阿哥吗 小姐说笑了 那些阿哥是什么身份 岂是我能见到的 都得进到皇宫里呀 才有可能碰到 也是 还是要进宫才能见到他 妹妹 这女的怎么长得跟蕙姐一模一样的 他不会也穿过来了吧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妹妹 你最近去哪儿了 可让姐姐担心死了 我 我之前的事都忘了 我这不好好的吗 你别担心 小桃 我房间里有上好的山绅 快拿去给妹妹 补补身子 是 大小姐 妹妹 求求你原谅姐姐 不要将此事告诉阿玛 要不阿玛会杀了我的 妹妹 你起来再说 之前的事我都忘了 全都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妹妹当真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掉下山崖之后 什么都忘了 你说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我全都不记得 都是姐姐的错 是姐姐怂恿 妹妹跟表哥私奔的 才让妹妹遭死大难 都是姐姐不对 当时 姐姐也是看妹妹 与表哥两情相悦 妹妹不愿参加宫中选秀 所以才出手帮忙的 可谁真的表哥 就是为了贪财 妹妹 是姐姐识人不蠢 你不要怪姐姐 姐姐错了 妹妹千万不要告诉阿玛 好不好 你画了几张图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么大的案子 你负责的请 这公司不缺人 你现在想走就请便 一个向我 没什么人失去待不了 妹妹 OK啊 OK 我都答应你了 有没有 行李怎么行拉着 行李 小姐你忘了吗 别废话了 快点 手搭在这儿 然后脚退一下 这样啊 对 我给你了 对对 对 我走了 拜拜 老爷 小薇本就不愿意参加选秀 这次又遭了那么大的罪 经不起折腾了 老爷您快想想办法 让她避开这次选秀吧 她是亚拉尔塔家的嫡女 宫里记录在册的人 我已经向宫里回禀了 明威大病未遇 无法选秀 还望宫里面不要追究 但日后你得多多管教 不能让她再这样 肆意妄为 由着她胡来 是是是 明慧 此次你一人进宫选秀 切记锦烟甚兴 不可丢亚拉尔塔家的脸面 是 这不让我进宫 我不就看不见十三了吗 不行 见过阿玛 见过额娘 我身体已经好了 可以进宫参加选秀了 你早前不愿意进宫 你阿玛已经替你想好了办法 你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我之前的所作所为 让你们操心啊 这次大难不死 我也想通了好多事情 我愿意带亚拉尔塔家进宫选秀 不再逃避 你都想好了 一进宫便没有后悔的机会 这 皇宫可不像家里 可以由着你任性 我想好了 绝不后悔 妹妹能够回心转意 真的让人开心啊 可是阿玛 已经跟宫中比明 说妹妹生病了 无法参加选秀 若是现在在改口的话 怕是会惹人非议了 而且妹妹的病还未痊愈 怕是现在还不适合进宫吧 姐姐的意思是 不想让我进宫选秀 她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说三道四 所谓一入宫门深四海 罗娘 明慧知道 罗娘最疼妹妹了 所以这一次 就让明慧一人去吧 明慧一定会好好的 为亚拉尔塔家争光的 我看是家门不信 家门隐患吧 这么多年 你还没把自己的身份 搞清楚 明慧是嫡女 你是庶处 论身份样貌 她都在你之上 这次 要不是她不愿意进宫 哪有你出头的机会 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我看你要入了宫 还不知要闯下 什么样的祸事 好了 吵吵嚷嚷成何剃头啊 依我看 就让他们姐妹二人 一同进宫 也好有个照应 小魏 你可万万不能再任性了 请遵阿玛教诲 明慧 阿玛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妹妹的 好 照 你不害她 我就阿弥陀佛 小魏 陪额娘出去走走 这一个是树出 一个是竹母 看起来像是有什么 深仇大恨 但是这个爸爸 两个都爱 这个家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我得小心一点 人心复杂 尤其是入了宫 一定要万事小心 我得好 妹妹 姐姐亲手做了两双鞋 我们快要进宫了 进宫了也要共进退 所以做了两双 套个吉利 妹妹快试一下 姐姐费心了 但是这 尺码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怕不合脚啊 怎么会呢 姐姐和妹妹的脚一样大 姐姐能穿 妹妹也一样能穿 妹妹快试试 她为什么这么着急 要让我试这双鞋 姐姐 你背后有只虫子 没有啊 我 我刚才可能看差了吧 妹妹快试试鞋 要不然这样 姐姐穿给你看 好漂亮 姐姐小心 怎么还摔了呢 快带她去看医生 好 凶可我刚才多留了个心啊 大娃 人可真多 神经病啊 来 来 来 容岳姐姐来了 小姐 到了 容岳姐姐 容岳姐姐 这是谁家的马车 你用坟门前还犯这种耍威风 容岳姐姐真漂亮 这衣服太美了 衣服好美啊 这小姐什么来头啊 这一身珠光宝气 还一脸傲气 小姐 那可是纳兰府家的大小姐啊 一般人口惹不起 您入宫后 若是能与她交好 那对小姐您 一定会大有帮助 纳兰府又怎么了 纳兰家就能这么耍威风啊 这可是皇宫 纳兰 你会是传说中的那个纳兰吧 她姑母就是纳兰贵妃 派头还挺大 小姐 奴婢就送您到这儿了 嗯 小秋 她不是小秋 却和小秋一模一样 赴宁慧 怎么回事呢 难道我是活在三百年前 现在又回来了 算了不想 先去找我的十三 我叫亚拉尔塔明威 我终于来到这里了 我终于来到这里了 这雄伟巍峨的紫禁城 曾经在我梦里出现过 无数次的皇家园林 我ropo 怎么啦 你有没有伤到啊 你 认识我吗 什么 没有 我就看你们厌膳 随便问问 你好 好,我叫雅拉尔塔茗威,你叫我小薇就行了,你呢? 小次春华,是汉君起正家的女儿。 说,你喜欢的,你到底是谁? 咱们都是读过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绝对不可以做小三。 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一朋友,我就把你当他了。 以后我们俩就是朋友了。 朋友? 嗯,就是姐妹。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爽快的人。 你就叫我小春吧。 小春? 小秋? 你们俩真没什么关系吗? 哦,没有。 我就是说认识你,我觉得特别开心。 哦,快走啦。 哦,走了,走了,走了。 二位姑娘今后就住这两间房吧。 对啊,跟您二位说呀。 从这两间房出去的绣女,那可人人都是得了好出路。 什么嫔妃呀,贵人呀,都是从这两间房走出去的。 二位姑娘大幅,住进去啊,沾了贵迹。 保准将来能荣宠不断,大富大贵呀。 成功莫吉言。 今后,还望公公多多照应。 应该的,应该的。 二位姑娘,这边请。 明威姑娘,您的房间就在这儿了。 春华姑娘,您的房间在隔壁。 谢谢公公。 客气了。 哦,您二位的行礼,我已经派人放到各自的房间了。 谢公公。 谢二位好姑娘赏赐。 您二位啊,一定是荣宠不断,大富大贵呀。 今后,您要有什么事,就找我秦住就行。 保准给您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谢公公。 那您二位先歇着。 奴赛还要安排其他秀女姑娘的住处,就先告退了。 有你住我旁边,我就安心多了。 我从到这儿来,我这颗心就一直悬在嗓子眼。 小薇,您可是在担心选秀。 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来选秀的。 我是来找人的。 各位姑娘都是八旗的亲贵。 可进了咱这楚秀宫啊,这最要进的就是规矩。 想必各位也清楚,这宫里边啊,最讲究的那就是规矩。 这最要紧的第一条啊,就是所有姑娘不得擅自离开楚秀宫。 不能离开楚秀宫。 皇上大婶之前,所有姑娘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楚秀宫里, 跟咱们老嬷嬷学习礼仪。 宫中规矩多,禁地也多。 比如离楚秀宫不远的北院,那可千万不可擅闯啊。 如果被发现了,轻则账则重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到时候,别怪奴才保不得你们。 如果各位姑娘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私底下找我跟嬷嬷。 我们可以为各位一一解答。 四千城这么大,我该怎么找啊? 十三啊十三,你到底在哪儿啊? 马上就要被困在这儿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十三。 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 不管了 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南岚姑娘 内奸房可是您自己挑的 现在又说内奸房不好 非要小鱼姑娘让出她的屋子 这不合规矩啊 少跟我提规矩 我累了 你们快收拾一下 我要休息 是 可 可是 秦公公 我又不是第一次进宫 听我贵妃姑母说 这宫里最讲究规矩 她是配住着正房的人吗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我让 我让出来就是了 别扔我东西 别扔 秦公公 听到了 是她自己说要让出来的 你 你 哎呀 不好意思 踩到你衣服了 就这也叫衣服 脏了我的鞋 这谁啊 不知道啊 之前没见过 欺负人也要有个度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没有仗势欺人 让父母亲足丢脸 你敢骂我 我姑母乃是当今贵妃 我跟你说啊 这拿手指着人说话 特别没有礼貌 我教你一招如何 你姑母是贵妃 他还有人说皇上呢 他胆子可真的 要所有人都仗势欺人 那这百姓还活不活了 去 让他们把东西捡起来 放开我 捡 还是不捡 你这个妖女 到底施了什么药法 还不快把它拉开 快 你放手 柔柔姐姐 柔柔姐姐 要还有下次 我还这么治 慢点 走 我不敢 放手 放手 这屋子你还住不住了 你们给我等着 可是 我还是很害怕 可你越是这样 她就越会嚣张 小薇 你得罪了纳兰荣月 日后 想要在宫中立足 恐怕不容易啊 她姑母在宫中的地位 仅次于皇后呢 我知道她上头有人 这也太嚣张了吧 我很有心情 我反正也没想在这宫里立足 找到人物就走了 姐姐 你真的不害怕 我都得罪完了 怕有什么用啊 再说 这宫里最重要的不就是规矩吗 我不信她这样还有道理了 能认识姐姐 是小鱼的福气 你叫小鱼 嗯 说实话 你跟我一个同事 长得也特别像 真的啊 是 什么 是同事啊 同事就是 一起干活的 哦 是 是 上哪儿找十三呢 听说这阿克们 都住在东岳阿克索啊 是 这东边是哪儿啊 老手导航就好 我带没手机真不方便 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 是 你送给我的礼物 你的诚意 我很喜欢 可看着它 会让我更想你 十三 我已经不想再等了 告诉我 对你而言 未来的我究竟要做些什么 才能见到你 十三 我都来了 怎么还见不到你啊 我要去哪儿找你啊 小薇 十三 小薇 十三 tem君身裂 让我隐爱 天才 十三 小薇 一人来 几辈子 等着想和你有关 哪怕是梦 心甘愿 不是一样 你 这是真的 这不是梦了 你真的来了 我又见到你了 小薇 可是你 怎么来的呀 我想你 我就像星月许愿了 我要娶你 我一定会娶你 这是什么 这是走马灯上的坠子 你不是说这灯牵引着我们俩的缘分吗 我就把它给带来了 好 以后 这就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了 嗯 是 呦 正说老十三怎么偷偷开溜了 原来是在这儿捏花折草的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去吧 十三弟可真是风流啊 让我看看 这是哪宫的小丫头啊 别拦住 等一下 太子爷 这次的宴会安排您看 黄阿玛非常重视此事 此次宴会 必须要办得盛大周决 是 太子爷 哦 对了 名单整理出来之后 我要第一时间亲自过目 是 原来这就是太子 是他 就是他 你怎么了 来 快喝杯茶安安食了 别怕了 我真的很害怕 到底是什么事 是和太子有关吗 其实 我是冒名顶替来参加选秀的 我爹 原本是江南部正室 今年夏天 江南水灾严重 朝廷披下的赈灾前 却屡屡短缺 我爹查出 是有人中饱私囊 决定上告朝廷 可谁知 此事背后牵连甚广 那幕后之人 怕我爹将此事吐破 害我爹入狱 连我哥也受牵连 这事和太子有关 除了太子 还有其他阿哥也牵涉其重 这世道官官相护 只有将证据交给皇上 才能救我爹和我哥哥 所以你入宫参加选秀 是为了帮你附凶申冤 我冒险入宫 就是想要见到皇上 我相信皇上生名贤德 能体谅我的舅父之心 可没想到 这宫中皆被森严 能走出楚秀宫已是难事 更何况见到皇上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小薇姐姐 你教教我吧 要怎么做 才能救我爹跟我哥哥 你教教我吧 教教我吧 给 我也想帮你 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啊 我现在 全家人的性命安危 都系在我身上 要是救不了他们 我只能随他们一起死 你胡说什么呢 天无绝人之路 可连小薇姐姐这样的人 都没有办法 更何况 我这种胆小懦弱之人 你哪儿胆小哪儿懦弱了 你敢只身一人进宫 为父兄申冤 连我都自贪不如 我要是有办法 我一定帮你 先别哭了 你果然在这里 小春姐姐 来 我之前看你脸色不好 怕你受精过度 伤了元气 所以 熬了一碗热浆汤给你 安神压惊 快 趁热喝了吧 能在宫里 遇到两位姐姐 真的是小鱼的父亲 别伤心了 能遇见你们两个 也是我的福分 来 干杯 就是 碰一个 来 干杯 碰一个 姐姐 快进来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想来谢谢姐姐 这个香囊 是我一针一线 亲手缝的 是我的一片心意 姐姐 你可一定要收好 小鱼 我想到了一个帮你的方法 我在宫里认识一位 地位挺高的人 他应该时常可以见到皇上 真的 他可以对抗太子 是我倒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他会 但是这件事情 关乎到你家人的性命 还要看你愿不愿意相信 姐姐相信 我就相信 你干嘛这样啊 这事刚有点眉目 我们还没办成呢 姐姐能对小鱼有这份心 你的恩情 小鱼莫尺难忘 请受小鱼一拜 你干嘛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 我们是姐妹的吗 收下了 小鱼莫尺难道 我跟你们说啊 我只看过鬼片里的鬼 都比你们见过的人都多 你们俩这什么戒指 跟我们走 起来 我跟我们走 我自己能能走能走 快点 你们俩我去哪儿啊 我自己能走 我自己能走 走 你放了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小鱼 姐姐 纳蓝如玉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 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 得罪我的人 是什么下场 把他给我关进去 走 你们放开我 小姐 姐姐 放开 你干什么呀 这是姐姐 放开我 放开 进去 放开我 姐姐 放我出去 大老荣 你放我出去 姐姐 放开我 叫他在这儿屋里老实一晚 看他油痕得哼得起来 明早我自会告诉长氏摩密 有人擅闯北院 到时候 自会有人来教他怎么做人 你 你 水手 黑兆 你 落 gu род 海 你 废 北苑 这么说 昨晚 你从北苑逃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小鱼了 大家都说 北苑那里印气很重 经常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 你说 小鱼她会不会 你们信那些怪力乱神 我可不信 要我说 就是纳兰如也搞的鬼 我去找她 你先坐下 你也别太冲动 私闯北苑可是大罪 事情闹大了 说不定到时候怪罪的 会是你和小鱼 说得也是 我可以去找她 她肯定可以帮忙 你在说谁啊 她是宫里的人 只要她帮忙 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小鱼 不过我怎么找到她啊 这孤单没有手机 这不方便 您要找的那个人 很难见到吗 我听说 今晚会举办观星大会 还会有烟火表演 宫中的人 都会去那附近 您要找的人 应该也会去吧 对啊 我可以去观星台找她 这两个人 由于前縫 裳斑 你惯 licenses 你得比赛 你怎么发动 是啊 没事吧 好 像我 我着想啊 我着想啊 你怎么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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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늘在乖子 在梦里 我可能没办法为你做什么 但如果我醒着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小薇 我喜欢你 来 人间匆匆有缘 人间匆匆 人间区 人间匆匆 是在心肠 在心肠 在心肠 你什么 我没有疯 我怎么办 目前还没有理论研究可以证明 量子谣传的稳定性能持续多久 可能之后再也不会出现 有更大的可能是 这个人会把他被传送的经历 全部逐渐忘掉 别人让我的爱存在 为你的爱 几辈子都只想和你有关 哪怕是梦醒甘愿 不信赖 为你的爱 我的爱 是最轻柔的对白 人间匆匆永远爱你 不会等该 我怎么会来这里呢 结束了 莫非这世间的美景 都是转瞬即逝啊 我想起来 我来是找一个秀女 她是谁啊 我穿越到这里 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啊 不会等待 我为什么会对一个不认识的秀女 说这种话 我一定是疯 莫非地球磁场受到这场流星雨的影响 也影响了我的记忆 你 小雨 小雨 死者是什么人 是他 回十三爷 是楚舅公的一名秀女 原来 他就是铁帽子印象 这是什么 是一个香囊 这个香囊 是我一针营现金手缝的 姐姐 你可一定要收好 把人抬走吧 是 姑娘 等一下 我有话要问你 是她 你认识那个秀女啊 她叫小雨 是我的好姐妹 你叫什么 我叫雅莱尔塔明威 鹰鹿的女儿 开来姑娘受惊了 本王送你一场吧 请吧 是 不知姑娘为何偷偷溜出楚舅公 跑到御花园 我听说今天晚上有关星宴 后宫没什么人 就从楚秀宫跑出来 还麻烦十三爷在楚秀宫嬷嬷那儿帮我瞒过去 哦 看来你也不常来这御花园啊 为何今天偏偏这么巧 让你碰见了自己好姐妹的尸体 十三爷这话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 是你最先发现尸体 又和死者关系匪浅 你说呢 害死小雨的凶手肯定不是我 你说害死 而不是失足或者自杀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除了太子 还有其他阿哥也牵涉其冲 这世道关关小虎 只有将证据交给皇上 才能救我爹和我哥哥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吗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本王在问你话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本王在问你 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还问你呢 那天在湖边你为什么说要娶我 本王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我记得 你一个堂堂王爷说要娶我 何况咱们俩之前根本就不认识 我想娶就娶啊 看你这姿色 做个妾还是可以的 你 你说要娶我为妻 妻不如妾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十三爷 也是这么不正气 方才只是跟姑娘开个玩笑 还望姑娘不要介意啊 姑娘当然不会介意 十三爷 十三爷您大人有大量 还请莫与小女子计较 我 拜拜 那 小薇 小鱼她 怎么会这样 哪儿了如月 哪儿如月 是不是你杀了小鱼 你还险碰人 她的死与我无关 你敢说与你无关 你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这样质问我 我身边的这位王爷 你认识不认识 十三爷说了 她要彻查小鱼的命案 就算把你皮扒干净 也要查个一清二楚 小鱼现在死 你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你这个黑心杀人犯 不是我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是 是 是什么 是一个穿着斗篷的影子人 飞下来就把小鱼拖走了 他们都说 是北渊的冤魂 是冤魂啊 是冤魂 是冤魂 要是我冤魂 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小鱼出事我也很害怕 要不是你红行霸道 非要抓小鱼去北渊 她怎么可能会被人杀 冷静 你刚才说是一个 穿着黑色斗篷的人 抓走了小鱼 到底怎么回事 我本来只是想教训他们俩 实质 有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影子人 飞下来就把小鱼活 真身拖走了 十三夜 你一定要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害她的 姑娘若是问心无愧 自然不怕冤魂缠身 又何必求我 都吵什么呢 十三夜吉祥 十三夜吉祥 好了 叫大家都散了吧 是 十三夜 都散了吧 都回去休息吧 都散了吧 明日的早课还是要上的啊 姑娘们 都散了 怎么 都回去吧 把我利用完了 掉头就想走啊 多谢十三夜帮忙 要是上面怪罪下来 小微认罚便是 你这招倒挺好使的 若是要认罚 不如帮十三查清此事 小微就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怎么帮十三爷啊 只要姑娘肯帮便好 而且 我可不觉得 你是位弱女子 这个香囊 是我一针银线亲手缝的 是我的一片心意 姐姐 你可一定要守好啊 好 诸文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是九云和太子 现在证据在我手上 只要我把这个交给皇上 害死小鱼的凶手也一定能抓住 太子爷最近身体保养 心情不好 你当差事要多留审 是 记清楚啊 病了 是真病还是假病啊 真病假病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何必在这儿偷偷摸摸啊 我没偷偷摸摸 你跟踪我 怎么 做贼心虚 害怕了 既然十三爷是个聪明人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嗯 我正在查太子 凭什么查太子啊 我觉得小鱼的死机可能跟太子有关 你可知道你这一句话 足以为你带来杀身之祸 我知道在你们这儿皇权至高无上 但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小鱼死的冤 我不能袖手旁观 那你想怎么查 有证据吗 证据 没有 但小鱼提起太子时都神色惶恐 试太子如豺狼虎豹 那里必有文章 就凭这些 你就敢怀疑东宫 我不是正查着呢吗 怎么查 在这太子府门口转转 证据就自己来了吗 你 我在查着你就过来了 我有一个办法 想不想知道 什么办法 随我走了 你带我去哪儿啊 带你直接去找太子 你放开我 怎么会是你 本宫不是叫你躲起来 暂时不得现身的吗 叔 是否是太子指使你杀人 一个狗奴才 你竟敢含血陪人诬陷本宫 你信不信本宫 太子 怎么 太子又想杀人灭口吗 你是何人 好啊 十三 你竟敢传通外人 陷害本宫 臣弟只想查明真相 希望太子 将此事的来龙去脉 告诉臣弟 否则下次登门呢 就是刑部官员 宗人府的人 太子爷 小鱼手里是不是掌握了 你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你就要杀了他 我没有杀他 我只是派人把他绑起来 想要拿回他手中的 一些东西而已 太子这么说 能让人相信吗 他手里可是掌握了 你侵吞赈灾金的证据 这么说啊 十三弟 你们全知道了 太子 到底怎么回事 是 当时 我命他将证据交给我 可是 他为了保护家人的性命 坚决不肯 于是我允诺 只要他肯把证据交给我 我定当以太子的名义 保他家人周去 他总算应允了 可惜当我再次入宫 去找他的时候 得知他已经淹死的消息 十三弟 你应该最清楚我 我 我只不过想把证据找回来 不想贪污的案子 被翻出来而已 我 我真的没有杀他 这不过就是太子的一面之词 小薇 太子你没拿回证据 反倒陷入杀人暗中 所谓一步从 步步错 十三弟 求你不要把此事闹开 此事万一传到皇阿玛耳中 他必定龙颜大怒 我这个太子之位 也就岌岌可畏了 怎么 你还是怀疑太子是凶手啊 仅凭太子的一面之词 就能证明他没杀小薇吗 他可是当今的太子爷 太子爷怎么了 全力越大的人越会说谎 那我呢 你相信我吗 怎么又趁你身上了 那你没关系 我可是相信太子所说 你相信我 我相信他 你就该相信他 你这什么鬼逻辑啊 逻辑是什么 逻辑 逻辑就是 你相信太子只不过是因为兄弟之情 毫无证据可言 我可是为了你 就连太子都敢炸他 难道换不来你一丝信任 你根本就不讲道理 是啊 你最懂道理 你明明也看到太子言辞恳切 你也相信他没杀小薇 你就是嘴硬 对吧 你别以为你很懂我 嗯 这个是双方面的 我那么相信你 你也该对我坦白 说 你瞒了我什么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就看看你能睁着眼睛说谎话到什么时候 好 真有兴致啊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调戏绣女 十四弟也真够意思 爱凑别人的热力 十四爷吉祥 绣女亚拉尔塔明威 见过十四爷 为何把头捶得那么低 怕被我看仔细了 惹十三爷生气是吗 来 起来吧 十四何时也喜欢捉弄绣女了 他就是你想要的那个 是吧 是 又如何 什 什么要不要的 不就是一句玩笑话吗 谁会当真 真有意思啊 看来十三哥 还没有赢得美人心啊 十四弟这就不懂了 这叫 欲赢还剧 别动了 她是我要的女人 我们走 八哥 三哥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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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十四怎么也来 你不也是突然出现了 到底是谁要杀我 难道 不会的 你是在想 是否是太子所为 对吗 老十四你夜来在此出现 不会就是为了跟小薇说上这一句 把一切都推给太子吧 还是 你跟那些刺客也有关系 我来是因为我担心小薇 而且我知道 小鱼是被谁所杀 是谁 是九哥派人所做 九爷 小鱼掌握了九哥的所有罪证 所以才会被痛下杀手 你不是跟九哥一伙了吗 我不屑九哥的所作所为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总比你 一味地保护太子来的坦荡吧 你的坦荡 怕内力也是居心叵测吧 你总是刻意帮太子隐瞒 而我只求一个心安理得 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 这是他的选择 我是谁都不信 那谢谢你们救了我 没想到 十三哥你为了博取小薇的信任 竟然用了英雄救美这一招 我可不向十四弟用心良苦 用上苦肉计 出卖九哥来博取小薇的信任 看来那个绣女 已经掌握了太子和九哥的罪证 现在恐怕已经落到小薇的手里了 那就且看 他最后会相信谁 把证据如何处置了 你以为你赢得过我吗 可是你从来也没赢过我 那就走着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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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